這是我們的計畫跟那個Job Seeker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關係 然後等一下非常有希望可以跟你聊一聊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提出來這個計畫叫JobJob 然後大家可以去點這個Head Pack 就是去看裡面詳細的內容 然後我就要 就是呢 我想要先講一下就是我們對於 好 我先講我們這邊的團隊其實是一個12個人的團隊 然後基本上我們在做的事情跟你們非常非常非常的像 對 然後等一下會講 就是那我們先講我們對於草原勞動的環境的了解 就是一般的求職流程大概就這樣 就留履歷嘛 然後面試 然後如果成功的話呢 你就會付出勞力就可以拿到酬勞 然後可能會簽訂勞動契約這樣 你見聽起來很順利 但是 就是求職流程哪裡出的問題 就是大部分 就是因為求職者跟付出太多了 所以不太可能每一個人都去投每家公司 每一個公司都去賣出每一個人 所以終點的東西叫人力銀行 但是因為人力銀行基本上都是像付出收費的 所以雖然說兩邊都是他們的就是服務對象 但是這樣出錢的人的大身 所以就是說就是他會多少會偏向雇主一點 但是為什麼就是我們認為為什麼 上面的資訊永遠就這麼少 因為雇主不願意提供 那雷比銀行也沒有什麼立場要求他們提供 因為他們是手前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等於說雇主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求職的履歷 但是我們卻看不到雇主的資訊 這就是資訊不對等的問題 對 那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把那個就是一些不好的企業想成黑心油餅 就我們再去買油的時候 如果我們無法分辨這個油是好還是壞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買了壞的油 對 那就像這樣一樣 我們有可能就是進去了一個不太好的公司 所以我們根本沒辦法分辨 對 那我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希望看要是成立NPO 然後希望可以把這些資訊收集的更足 就是把固執的發展資訊收集的更充足 或者是我們成立一個 為求職者打造的人力銀行 那基本上我們會對求職者收費 就是反過來操作 就是我們基本上對求職者收費的話 沒有理由是固執一定要 就是他想怎樣就怎樣 因為我們完全不會害怕他們的 對 然後 接下來是跟他講基本上都是求職的部分 但是整個勞動環境的議題不只是求職 求職是前面這個階段 還有就業這個部分 那就業的話就是哪裡出的問題 基本上因為可以說是工業革命之後就是 大部分的模式就是會有個固執 就是一個大企業然後不用很多的勞工 那其實就業本身就像一場交易這樣 就是我受僱者付出勞力 有點像是一個商品 然後僱主給你那個錢 就是你的酬勞這樣子 但是天生就是一個不對準 就是表說第二個點就是工作經常是勞工 唯一的來源 當你今天就是這個怎麼講 你一定要拿到沒筆錢的時候 你的談判就會比較不順利 第二個原因是勞力的不可累積性 就是說你今天的工作能力不能累積到明天 所以你不能吞進你的貨物 你必須要把它賣掉 所以這也是讓你在談判的時候的落實 然後再上資本家也有常常是擁有 決策權還有最多的資本 那所以基本上 因為他們天生的不對準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會有共產主義還有無產階級鬥爭 其實一切源自於勞治權力天生 就是本來就是不對等 所以在那之後呢 就是 呃在一連串就是勞工的權力被剝削之後 各國政府其實可以立法 那基本上有兩種很大路線 一個叫國家統合模式 就是在 藉由國家公權力直接規範資本 然後以及如果簽訂勞動起源 那台灣其實比較可以這種模式 像羅伯的那個勞動基準法就是最重要的法條這樣子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模式叫協約自治模式 就是 藉由工會與僱主一起團體協商 然後進而形成勞動條件 自我自理這樣 那北歐國家也在面向這個方向這樣子 對 然後基本上兩種模式 某種程度上是互相排斥的 就是說 在協約自治裡面 工會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國家統合模式裡面 就是 工學力已經解讀 那工會影響對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那台灣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 其實一開始是想要走協約自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呃 真正用團體協約 談成勞動條件的 沒有很多 對 一直到現在只有一趴 就到分次供應企業 比如說偏向供應企業 中華電信 都像高鐵那樣 對 然後 呃 就是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走向國家統合 但 我不敢說哪一種比較好的不好 但是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就是 我們目前雖然有一定勞動基準法 可是犯法的情況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就是 基本上可能我覺得跟那個 他可能每天都有人回歸 然後 那個程度可能跟紅燈右轉差不多多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認為整個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說 最一開始的部分就是 受諸者其不明擺工會是什麼東西 沒有團結意識 然後 不願意這樣做工會 結果我們這團 我們這個團就有12個人 那 很多 其實有一些人問說 欸那工會是幹嘛的 結果我們不知道 事實上我在做這個專案之前 我也不太知道工會是幹嘛 所以我保留間保留完 我真的不知道工會是幹嘛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過去的法律上的因素 就是不利補承工會 然後還有就是 勞動 就是受諸者其不了解的勞動法律 像 我有本在做這個專案之前 根本就不懂勞體法 也不懂什麼工會什麼東西 然後 我也不覺得應該要維護自己的權利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 剛剛講到就是 剛剛那個平台也是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 因為市場資訊本身的不對等 然後 然後種種的原因就是造成不太好的勞動環境 這樣 所以然後我們這個專案 比較希望切入的點是 紅色的方法是三個 就是工會的部分 就是市場資訊不對等 以及 就是受諸者不了解勞動法 法律才有他們 合共是以權利的因素 對 然後我們的做法 一樣就是這個計畫這樣 然後我們想做的東西是一個 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公開的 工作資訊資料庫 然後收集的管道 主要是收集三種資訊 工作的評論 新資訊 跟公司的資訊 對然後 會需要以各種方式給使用的 可能是附加元件 像 像那個Jobsweeper做的東西 或者是最近有一個蠻紅的 就是那個求職經驗的通 還蠻紅的 然後或者是用F的方式 對 然後就是 提供給求職者 然後在同時希望能夠 也在他們看這些資訊的同時 能夠提供他們一些 維護勞動權利的資訊 對 那到目前為止期 都跟 比如說IVJobs 非常非常的像 那我們希望 我們有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希望可以跟公會合作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跟公會 達成一個互利的 就是合作關係 就是公會 我們會請公會 幫我們找到受付者 去留下資訊 然後我們同時 會在這個平台上面 去曝光公會的資訊 讓他們 更有動機去加入公會 這樣子 然後 呃 目前的動畫就是有12個人 然後我有申請那個 色系流踹衣的計畫 然後 欸 好 就是那個 我找到提案的那個 你今天加班了嗎 這個其實是一個計畫 就是 我們不只是為了協助勞工 維護自己的權益 其實沒有 還有一個目的是要蒐集資訊 我們要蒐集公司的資訊 還有基本薪資的資訊 這樣 然後目前是跟 從台大公會這邊 去取得一些 在努力取得一些 公會的聯繫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如果你是 很多就是UX UI 資訊 設計師前後端 你只要有任何人 歡迎來教我們 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覺得要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 呃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最困難最困難最困難 最困難的點在於怎麼樣 收集到工作資訊 就是 提供 呃要呈現給使用者當然是很容易的 但是到底要怎麼收集到 是很困難的 其實我是 我是一個工作人 我有什麼動機去留下來 我的工作評論 那過去 Grestor或IGJob 就像是鎖定在 有工作經驗 但是又要求職的人 但是有些人 不需要求職 但是他其實有很多工作經驗 那我們要怎麼要求他們 應該說讓他們有動機去留下來的資訊 是一個我覺得 只要能夠解決這問題 我相信 資訊不管怎麼傳遞都是 都是很好的 這樣子 那我的 就是 八分鐘的應該 對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跟我分享這樣 對就是我覺得目前 到目前完成這個困難 就是一個困難問題 那我們現在是朝向郵公會合作的方式去 想辦法去 郵公會這邊幫我們去蒐集資訊 這樣 對 好 大家可以這樣 謝謝 最後有一些資訊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 法律諮詢 跟一些使用者去投調查 這樣